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说有三个因素导致一个小说家的成功 当然天分除外 一是父母离异 二是家道中落 三是先天体弱 严格林正是伴随着这三种因素长大成人的 七岁就开始翻读安娜·卡列尼娜的她 带着同龄孩子少有的早会 在12岁时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成为一名舞蹈女兵 当兵我非常荣幸地走了很多 一般的人看不到的地方 比如说像西藏啊 大雪山啊什么的 我觉得对一个少女来讲 那样的情怀非常的壮阔 从12岁到27岁 这段军营生活成就了严格林的多部长篇小说 雌性的草地 一个女兵的悄悄话 都是根据那段经历写成的 而天玉虽然讲述的是知青的故事 也离不开严格林在部队歌舞团时 去西藏得来的生活经验 她是我最好的朋友了 对吧 天玉是陈冲导演的 陈冲和严格林 这两个少女时代的朋友 早已成了一身的之交 到那个我最开始看到扶桑 感觉到那个形象的那个展览馆去 严格林最近根据她的同名小说 改编的英文版电影扶桑 也将由陈冲来导演 我最开始就看到一张 一个妓女的照片很大的 放得很大的 所以我一下就觉得 这个女人背后有故事 词园上把扶桑解释成 世界最东方的一个岛屿 岛上有一棵美丽的桑树 太阳每天从这棵桑树下升起来 扶桑就是这样一个饱受蹂躏 却依旧美好的中国女子 这就是你 这个款款从南尼的竹床上站起 穿星红大段的就是你了 段奥上有十斤重的刺绣 绣的最密的部位坚硬冰冷 如蒸蒸盔甲 我这个巨女一百二十年的后人 对如此的秀宫 只能发出毫无见识的惊叹 你是个二十岁的妓女 是陆续飘洋过海的 三千中国妓女中的一个 你没有记忆 也没有妖魄的妩媚 丝毫不带那千篇一律的淫荡眼神 你是个天生的妓女 是个救不掉的新娘 从那个张照片开始 我就进入了对中国华人移民史的研究 作为一个十几年前 来到美国的新移民 颜戈林在芝加哥的 哥伦比亚艺术学院 取得英文写作的文学硕士学位后 创作了很多关于华人移民的故事 多年来 她几乎获得了台湾所设的 各项文学大奖 而扶桑的成功 尤其是她的英译版的问世 更是颜戈林受到美国文坛的注目 这个题目呢 忧郁症这个题目呢 我们并不是第一次讲 我们讲了很多次了 好 我们接下来呢 就请颜戈林 我们欢迎她 然而成功背后 颜戈林曾经有过非常艰难的时光 我一下子都不知道从哪说起好 我是个晚期失眠症的患者 三十岁这年 我不仅是患者 而且是晚期了 原以为到美国来 这个症不会跟我来 直到一夜 我略微偏连 看见一大滩黑色在白床单上 我不认识我的头发 但我认识我的失眠 长期的失眠 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家族的遗传 使颜戈林饱受忧郁症的困扰 颜戈林曾经三度受到忧郁症的折磨 2001年9月份是发病最严重的一次 我最开始不觉得是忧郁症 我觉得只觉得就是不能睡觉 终于到了 那个失眠到了一个 到了一个崩溃状态了 就崩溃下来了 崩溃下来了以后 人就变得非常的 黑暗 没有创作力 然后也没有兴趣 有的时候自己睡不着觉 就到了一种 一种怎么讲呢 就是失去理性的状态 就是吃了一次安眠药不睡 然后再起来再吃 然后吃完以后又去喝酒 就是这整个就是一塌糊涂 我很荣幸给你们介绍颜戈林 这个时候颜戈林的先生 Larry给了他莫大的支持 而且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安慰我 有我呢 没关系 你什么样我都要你的 什么样我都会 2003年的9月6号 是颜戈林和Larry结婚 11周年的纪念 幸福岁 虽然是朋友介绍 颜戈林第一次见到Larry 就对这个高大帅气的外交官 颇有好感 第一印象 好好 很幽默 很正派 那么Larry对颜戈林的第一印象又如何呢 尤其是他第一次见面他不知道什么朋友弄了他的头发 好像他给他一个大的电信 那时候我一想说 那个人好像对我是不合适 然而爱情却像春天的藤蔓 悄无声息地在Larry与颜戈林日复一日的交往中蔓延开来 于是两个出生背景完全不同的人最终决定走到一起 为了迎娶这位来自红色中国 又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兵的颜戈林 Larry依然辞去了美国国务院的外交官职 11年来 Larry不但在事业上非常支持颜戈林 将颜戈林的一些小说如《白蛇》等翻译成英文 作为丈夫 他更是在颜戈林受到疾病折磨时 给了他莫大的安慰 所以他就是说 这个他就真的像我们婚姻的那个 在上帝前面发誓一样 for better for worse 对吧 就是这样子 那么我们既然是走到一起来了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要携手走到底 现在的颜戈林 每天的生活是铁蛋而充实的 早上就是先起床 看电视 喝咖啡 然后我就带狗出去跑步 跑完步回来以后 我就开始写东西 每天都这样 已跟二十多年的颜戈林 现在正处在创作的旺盛时期 除了手头上的几个剧本在改写之外 他还在构思一部纵化五十年代 中国现代历史的 二十万字的长篇小说 并计划去河南农村体验生活 现在我已经全方位的投入了创作 不仅是全方位的 甚至开始又开始了 那个超复合的开始了 美国之音记者唐熙明 张松霖 徐崇伟 九经山采访报道